一早澎湖機場大廳湧入大量遊客 碼頭邊陸續出現人潮 遊覽車一台台開進麻工最熱鬧的中正路商圈 熱門經典渡行石村也出現大批觀光客 近來疫情升溫 澎湖陸續出現確診個案 二十五號新增無人染疫 但花火箭的魅力還是無發檔 二十四號澎湖海空湧入近八千五百人次 絲毫看不出疫情影響 而縣府除了顧及觀光 一位防疫 做好準備 除了在活動地點周邊沿路貼上 十連制掃碼 並設置抖搭布條 場內增設四個管制點 加派防疫人員 民眾也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縣府更精選熱門觀賞地點 讓民眾分流賞煙火 遊客們一位防疫做好 完全準備 保持著所謂的社交距離 盡全力平常心看待 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節 將在今晚盛大開幕 今年再次與LINE攜手合作 開幕晚會加碼無人機燈光秀到七百台 接續十五分鐘的七彩煙火 為澎湖花火節慶祝二十歲生日 環星文成人正亮紅之屬心 朋友報導 嗨 我是盈桐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